这一课我们来学习属性列表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PVT吧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属性列表是什么 然后的话我们需要掌握属性列表的机名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属性列表的概念吧 在iOS当中有一类名为属性列表的对象 通常简秀为Plist 这些列表用来放置一些iOS能够处理的对象 这些属性列表类是As Error,Dictionary,Stream,Number,Data,Data 以及它们的可修改形态 好的这就是我们属性列表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讲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这个iOS当中 我们是存在一类叫Plist的文件 对吧 Plist的文件它本身的话 它会支持一些我们自带的类型 像Error 还有我们的字 还有就是我们的宿主 像还有字典 字符串 还有那个数字类型 日期 还有Data 这样的话也就是说 像这些我们Plist的文件 默认支持类啊 我们把它称为属性列表的类 对于这些类的话我们是直接 有一个很简秘的方法把它写入到一个Plist的文件当中去的 在这里呢我就多给大家提一点啊 像这个NS 带这个NS前缀的这些类啊 实际上是我们这个OC里面啊 以前就存着的一些类型 现在的话我们Suite的语言当中啊 这个脚本语言当中 它的Area 还有这个Dictionary啊 这些的话包括String 它实际上跟这些类型 它是可以相互无缝的进行转换的啊 可以无缝的进行 进行桥接 这些类型也被称为桥接类型啊 好的 在明白了这个属性列表的概念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吧 就是我们 我们来学习一下 它的基本使用方法 所以我这里我还是通过一个demo 来给大家介绍 在这个demo当中呢 我们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建一个名字的宿主 然后我们保存到 Sahe的Documents目录下边 然后我们再来建立一个学生的字典 同样的我们把它保存到 Sahe的Documents目录下边 那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这里我们来看一个 小demo吧 我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啊 这里我同样是深入了一个 延迟加载的一个Documents目录 或者Documents目录的这样一个属性 这些代码我就不做解释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测试代码 首先我们看一下宿主的操作 第一步我们构建 我们先构建一个路径 然后在这里啊 然后我们来声明一个宿主 这里的话我给大家提一下啊 我们必须要写这个nsError 因为如果说我们把它声明为一个Error的话 它会提示我们找不到相关的方法啊 当然像Error和nsError之间它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然后我们调用一个writeToFile这个方法就OK啦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内容 数据的内容很方便的写到我们的本地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的路径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实际上我们在写入文件的时候会可能会出错啊 然后苹果呢它就是说 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在写入的过程当中出错 那么我们把我们以前的文件给省毁了啊 它就多加了这样一个参数 如果我们设处于True的话 我们的内容是首先会写入到一个临时文件当中的 当我们完成了整个写入的操作之后 如果系统能够判定没有错误发生的时候 才会把我们的这个修改写入到原来的文件当中 它是这样一个意思啊 当然社会Force的话就会直接覆盖我们的原文件 好的 这里我们简单的就完成了我们这个数据 写入到文件的一个操作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读取结果 读取数据输出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的读取结果啊 我们是同样调用这个nserror的相关方法 很简单的啊 这个content of file这个参数 我们传这个 我们的路径就可以了 这里的话我们需要把它强制拆包 然后得到结果 最后我们打印结果 这就是我们整个 整个的基本的写入和读取的操作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字典 是怎样做到吧 同样的我们第一步先构造 这样一个 这个路径 当然这这里是拼了一个支付出啊 前面是documents 后面我们加了一个文件名 然后我们构建这样一个学生的字典 这里我们比如说像学号姓名 然后成绩 这里我们还是同样调用这个read to file 这样一个方法 把它写入到我们的文件当中 这样的话我们就搞定了啊 就完成了整个写入的操作 那么我们怎样读取结果呢 是这样的啊 我们同样调用这个ns dictionary它的方法 这个参数的话我们传入我们上面的这样一个路径 你就取出它的字 我们再强制拆包得到字典 我们再打印 好的 这就是整个我们这个属性列表内啊 它写入文件的相关操作 大家可以看见是非常的方便啊 非常的快捷啊 这里的话我们最后我们再来打印这个sah路径 我们检查一下 去看看是否它真的写入到我们本地了啊 那这里我们还是先运行看一下结果吧 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 已经打印输出了啊 在我们的控制台 好的 这里已经有结果了 我们看一下 这是输出的我们当时存入的一个字典 一个输出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吧 ABC买次元 好 OK 对的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字典 这里的话 学号 然后它的新名字 然后它是过 好的 也是对的啊 当然这个顺序跟我们这里定的顺序有点不一致啊 这是正常的 因为它的这个顺序本来就是 没有作为一个字典的话 它的顺序是跟这个可能会真的不一致的情况吧 这里的话这是我们的这个sah的目录 我们同样复制一下 我们跳过去看下结果吧 这是我们的sah目录 我们把这个documents打开 大家可以看见啊 我们的这个pins文件 还有这个students文件 它就已经存在了 我们打开这个students文件 我们看一下 大家发现了吗 这里是不是它就设置了一个 跟它的这个 这个类型为 为我们的字典 然后下边是 字符串 numberhasgen 这是不是 就已经保存好了啊 好的 上面的话我就给大家演示啊 我们对于我们的属性列表内 我们如何来写入文件 以及读取数据的相关操作 那么的话 正如我只介绍了这个数据和字典 假设大家要获得更多信息的话 大家可以这样啊 我们假设在这里输入一个 要获得日期的操作 数据data吧 我们去输入data吧 我们假设要获得data 它的相关的操作 我们可以输入nsdata 这里就会出来相关的它的方法 我们来输入一下吧 我们看它是否也存在一个 UI to file的方法了 可以的啊 大家可以看见 这里同样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很方便快捷的方法啊 这里我就简单的给大家 介绍到这里啊 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 获得更多的相关信息 好的 这一刻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